是的,但是我比較喜歡DALT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現在的方式是經常出現為核心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注重在前期的預防的部分 所以我們用的方式就是一開始我想說用一個簡單的程式 然後去讓大家去Acquire 但是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長者在這部分是需要學習的 所以這兩年的時間我就實際去做社區 那目前大概跨了大概配備是30個社區 那的確看到了一些他們的年代 那我現在想在自己做的事情是結合所謂的生態系統 因為我過往十幾年的經驗在國外包含一些DALT的Business 就是像GPS、GDK、Synos這些 那主要是在Business Model這個領域 但是我看到一個狀態是 這些社群普遍不會是一個有收益的地方 那所以我想要結構的就是包含了在地的健身也好 在地的跟身性相關的這些 當然不會碰到這些事情 把它弄成一個Ecosystem 所以我在思考的一個事情就是 其實這樣的我們的部分是用數據 不停的累積這些流用的數據 所以像今年我們的主動主題會是適能的運動 跟火箭署還有衛服這邊政府在地的主題 要不然像WHO 我們身上將領有時候歡迎 還有Icon 我們是想要把他們導入到我們在附上的社群裡面 幫助他們去申請像是衛福的一些旗艦計畫 討論這樣的系統會一個是一個大約的存在 但是會想到的事情就是 我希望為什麼會吵張哲這個原因是 因為其實張哲在社區公產對他是一個系列 那我可以藉由一個月一次定期的檢測 可以幫助他們去收集到 然後假設他機率夠不夠 那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譬如說我手機 我就可以用背後的團隊 去幫他們做一些AI skeleton的分析 同時把一些Questionnaire 有的行銷的文件 整個在一個讓智慧使用的回合上 那麼詳細下來 它的重點是每個社群每個社群每個社群都健康 那我才能讓我這樣的東西 充滿現象度 持續有性命的玩玩感 那只是說現在可能在發展上 因為我覺得其實會有幾個邁國式 我是從Groove開始 再到2C 因為我從剛剛的張哲裡面 其實我要發展對個人包含運動 包含瑜伽或太極權這些一個職業 像前陣子可能小三葉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應該是 其實我的手機 跟我的網利盾連接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 每個人可以得到的一個控制 對 那所以我先放的張哲是因為 我在幫張哲做AI skeleton 股價聯繫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是每一個人的某種速度 那因為我會對每一個社區的張哲 對我發揮做技術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 很喜歡這樣一個進步 那這樣的東西 會我覺得到能夠 所謂收益比較多的部分 會是對個人 那因為我想要提倡的是 在進場做點結果 所以可能現在10歲以上 不知道我自己是 所以其實在幫你為了自己 那我想要結合更多的生態系 其實像我在社區包含到 這邊的舞蹈都是綠色的技術 我讓張哲除了上體育課以外 除了這種健身體以外 他們也可以中速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東西 而且中速也是一種運動 是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信仰 但是能夠增加活動量 像Pokemon Go 他就是一個Writing 然後我再用記錄的方式 讓他們持續有規律的去一個點阻 那希望這樣的情況下去 降低這些張哲在示威的風險 那我目前最大的高速是 我們大概在每一個社區都會看到 8分10的張哲 就是出現Alert的狀態 因為我們可能會看到路數 可能會看到路力 這就是在放低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在AXCAP的時候 會讓他進行一個三明年關係中 那其實我就會知道 他的Momentum的Balance 那我就可以承認對目前缺少這個部分 在他身體加強 所以應該說 很多的resource 因為我們發現 我就要現在的 我現在在台客大這邊有個base 有一個AILT的那個長者 高齡長者預防促進實驗室 那我需要的是更多場 就是為了會創造這個行業 對不對 因為他比較不會是為了money drink 而是他會有這樣的passion 去真的去關心這些長者 因為這些長者需要的是溫度 還有一個支配需要的肯定價值 所以我覺得他也可以幫別人 這個是對他們最重要的 對 所以我的邏輯就是 當你能夠健康自主的時候 如果那麼我們就能結合到 包含像動物這些所謂賠利的結果 讓他們去長者跟長者有一個同溫層 對啊 那他們才可以產出更多的產生 高齡重高齡等等 對 那這樣的話他會被需要的時候 他們其實我覺得在身體領上 會分配一些 當然 對 所以這是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這很棒啊 所以只要是能夠救到幾個 就是防摔倒 其實就已經很有社會價值了 對 因為其實像我現在去年 我現在每個月固定 大概都有一千萬長者的數據 有效益的數據 直接闡說 那去年到現在的確已經save了十個 對嗎 那其實我做的希望是負能 也就是說 當如果今天長者新的故事 到Alert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 比如說在地的 健身教練 跟他做媒合 讓他去做recovery 那麼他就可以了解 其實某種三對外長 一個這樣的點頭就是 情緩的數據 所以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對於社會的價值 當中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會更準確 因為我覺得現在社會 對這個接受度也很高 以前叫亞健康 大家不太聽得懂 現在叫精準健康 大家都比較聽得懂 就是還是要 包含一些 像比如說加個亞溫體 這些東西 大家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所以其實想要請教 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 我想要去 因為我現在有九所學校 在跟我做合作 那其實 可能真的還是要 讀一些這種高齡的種子 那還有說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社區 在做社照 其實大家蠻辛苦的 那我是想說 能不能我想要去 build 一個 有所謂三個系統 也就是 第一個是培育育採系統 第二個是執行 第三個是 maintenance 那我覺得有這三個系統 因為 rolling 的話 其實這樣的理想 你才會越來越大 是 那其實不滿的說 我也是用了諷查 然後就會在想說 的確這個概念 也是我想要去 build 一個 ecosystem 應該是說 跟這些連結怎麼有關的 然後呢 你到哪裡都抵不開它 當它形成一個氛圍的事 你才能把餵腳這樣正確的概念 植入到每天的錢 對啊 接下來放茶 可能你快中暑 它就馬上推送說 要趕快補充一點水分之類 對 那這個就變成它是 大家相信的一個平台 說不定比 國健署自己弄的 app 還要容易讓人相信 對的確就是 因為國健署 現在就是他們很多的狀態 就真的可能推外提 可是瀏覽率只有幾百個 對啊 它就算請 還有那個什麼育兒 什麼懷孕 那個app 對 他們自己經營這個app的困難 就是說 因為它跟當地的社會脈絡 比較沒有結合 所以就算我裝了 我覺得好用 我也不會推薦給別人 那這瀏覽的時候 完全反過來 因為它本來是有一個人情 比較社造為主的一個概念 對 所以就算這個app還不怎樣 那我也會很願意提供 我的意見讓它更好 而且願意推薦給別人 所以它那個R級 就大於1 這個到底大於1 教育是差很多 我覺得這就是很棒的 我自己概念 因為本來就是從需求出來 然後呢 滿足 不必很硬說 你現在要幹嘛 但是它解決它 先有需求的時候 就熱心的一個連結相信 那接下來以後 不管你要給它什麼資訊 多了這三個溫度 你相信的時候 它會更closed 這樣對的方式去做 沒錯 對 所以你有跟Circle Plus他們聊過嗎 就還沒 因為我現在倫利也還沒到這麼多 因為我現在只有4個連結 可是今年剛好在國建主 只要創意競賽 又得到最後第二名 對 那所以當然這講不代表什麼 就是說因為我現在在 像你們講的 就是我在35個 已經每個月再增加兩個 那我大概也會增加很狂 因為往前看會發生的事情 以避免到後面的 reputation 很短的事情 因為不像口罩這麼急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它有一個 Time scale不一樣 對 Time scale不一樣 那所以 所以我就是要來講說 這些時候會發生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 怎麼樣讓大家去加入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想要去連結到更多的這些團體 那其實我一方面有在想 其實宗教團體對於這樣的Top Down 他們的上限力很強 而且我相信他們會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對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健康食品的銷售通路 你剛才一開始把它切掉 我想說為什麼切啊 他們現場 因為 其實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team裡面也其實是跨領域 就是我的 我的康砂朋友包含台大運動 那也有營養師 那所以營養師對這種東西有點亂幹 對 我理解 什麼東西都是給他那一種 我理解 所以在這情況下 就是我真的一開始做取捨 OK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如果是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什麼錯 因為其實數字 只要能夠呈現出來的幾乎是好的 嗯 那我覺得是OK的 那因為其實我是想要把個別的群體照顧 再細化到個別的照顧的情況下 因為其實國外有很多人提 但是其實在台灣沒有一個 複合文靠群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那其實台灣的社會就是在溫度啊 或是這種人情的部分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機會 如果要做出來的話 嗯 我覺得甚至有機會慢慢往 比如說大陸的華人 或是整個亞洲的華人 嗯 或是有草這樣的規劃去思 嗯 嗯 那所以說這邊一定要連結到 醫院的生態系統或在地症所 因為 主要是 主要是台灣的健保制度跟別人都不一樣 對 對 台灣有一個就是 之前指揮官員說過 我們別的國家是去檢測 比看醫生便宜 所以有檢測多少%的問題 普篩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去診所比檢測便宜 所以他有事沒事 有一天症狀就跑去診所 對 但是這個就會導致說 如果你沒有在地的協力 就像我們一開始要找鑰匙進來一樣 的話 那其實這種大規模運動 大家就說 那為什麼健保室不跟你合作 那為什麼醫師鑰匙營養社不跟你合作 那這樣就很容易就變成它沒有它的基礎 沒有它的社會正常性 對 所以就像你說的在台灣的發展方向 跟別人可能不一樣 我們必須要先研製檢報制度走 對 沒錯 可是我現在就是 當然不會參加持續 像我跟楓洋老師這邊也有在工作當中 那也會去參加此季的部分 其實我在想說 如果我從這些社府團體或者是這些宗教單位 能夠獲得更多的信任 我覺得會對我們 因為其實我希望收集到的 data 盡量不要再做filter garbage 的動作 所以前面的培育系統我覺得會相對重要 那我實在想說 我在切入到這些宗教單位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管道 可以幫助更深入的彼此的連結 我相信 因為 這個的確還是需要一點時間跟關係的大部分 因為它不太能做 今天去做 demonstration 或是這個demo 或者說好啊 那我們就三天的代文就變成了 應該是裁判他們的事情 當然就是說 我是覺得這要分成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說 因為他們自己也有他們自己的研發的能量 那尤其像 像大家兩個人 它是更是 就以社會企業來講 是等於它率先採用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事後再把它法治化 所以其實它是能量非常強的 所以像有那麼強的能量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給它一個新的 新的工具 然後它自己就會把這個torkit 放在他們現有的這個產品鏈裡面來使用 那只是說 這樣子你就變成退居而先 就是塗B而不是塗C 因為它很願意去用各種新的技術 但是它最後 網人的那個界面還是他們自己的界面 那像那個彰化基督教醫院等等 也都是這樣子的形狀 就是說你大概很難說 就是你取代它變成網人的那個界面 但是它作為它的後端方 幫它節省時間 幫它去把資料收集的更精密 或者把現有的資料做出來 通通應用 那他們都有他們自己非常 competent的這個資料科學家 所以講的都沒有又是同樣的語言 所以這應該沒有那麼難談 但是就是說我們你的談判的立場會不一樣 變成不是你直接往人民 這樣子 你變成它的vendor 會變這樣 那當然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是覺得是說 那你直接去empower這些群體本身 而不是他們現有的這些技術的vendor的話 那確實你自己就要當教友啊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避得開 就是變成你的團隊裡面 要有人跟他們有一個很強的社會脈絡 而且一定都是從一兩個點開始試 然後他們自己扣而相傳 發現說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模式等等 你才比較能夠去做 那這個其實乍看之下 就沒有top down 都還是本來peer to peer的那個形狀 但是確實就像我們在中央 如果六度裡面有三個 都已經開始自己寫VOR 而且對VOR就是 永續發展目標的資源介護的倡議 跟中央的不一樣 我們就會發現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改了 就是說大概就是到一半的 一個critical mass的時候 那他的所謂的領導者 他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原來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top down的來回應他等等 那但是就是你前面還是要有一個 有機散播的這個空間 如果你是直接走入社區的話 對那所以可能這兩條路 是我比較就是有經驗的 那其他的我就不確定 還有什麼別的做法 我覺得如果從第二條路 發展到第一規模 再做到第一條路 其實也是一個路 因為我覺得成為Bender比較可能 因為其實像您講的就是 不管慈禁或大愛這些 他們其實後面都會瘋磨的資源 那不太需要 我們有需要去取代 我只希望說 能夠在這些社區 再做新的發展的時候 它能夠在社區長出新的工作機 它能夠是新的一個 健康出現的產業能夠形成 那才能讓大家 在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有好的幫助 才有辦法去把這個 Echo system 更燒了一個 另外我想問說 因為你目前是主要是 APP的一個形式嗎 目前APP先暫停 我會先實際在社區 去念他們的課程 去收集數據 OK 因為我看起來 APP好像不太有在動 對 那個健康教練 對 沒錯 I see 那所以 這個APP 現在就是 就是 暫時擱勤這樣子嗎 對 對 但是很少部分人還是有念做 有張哲太子 一定要照著做這樣子 我們是比較的是 希望一開始那個設計師 讓他對的事情做對的事情 OK 所以他不是在什麼時候 在去執行那些事情 那也是一個 類似像任務的事 這樣的一個概念 OK 所以我們包含有GPS 比如說你到哪裡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地點 然後能夠跟這些不同的廠家 做類似的名額的動作 嗯 但當我想的時候 其實自己在想說 我把這些東西 能夠連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 網路賣的行動 但是 後來就思考 其實張哲 用這種APP的能力 大概就只有我們 6度的張哲的機會 對 那因為我發現 我們去代工廠的時候 張哲雲試制都有問題 對 所以也有可能 那我真的想到說 如果我真的是要幫助這些的話 應該是要向他發送這些東西 我自願的單位 嗯 去把他領軍分給這些 我才能幫助到這些人 對 但是我要先想說 我要怎麼可能 我現在也就是想想說 我跟一些養生村人這邊合作 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取代了 他一定有自己的關係 跟我們彼此的厲害關係 但是如果我這邊技術 也許大家可以分工 那這可能是你愛的方法 就在他們有這個可憐的現象 你的意思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變成那個空間或那個場域的APP 就不是他手上手機的那個APP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 就是比較immersive的經驗 這個的挑戰就是說 你就還得實際去那些地方 你不能像我們部署APP一樣 就關在房間裡就沒事了 對 那如果是場域的話 至少前幾個點 你就非在那邊蹲點不可 對 那所以如果已經有這樣的覺悟的話 我覺得是很棒啊 那而且你們合作的像紅道啊等等 應該這方面經驗也很豐富吧 就是哪些點比較適合這些呢 其實紅道那邊我還沒有再多的進去 因為我現在都只能在飛機 還沒辦法比如說到台神王那些 那這些也會或許在他呢 可是我還是會先把我們自己的reputation 進到背貴風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就會學到學生 OK 因為前面還是有些field experiment 知道說他local need 那我們才可以慢慢地說 哦可能大家需要的這些類型是什麼 那給他他想要 給他他需要 因為有的社區他就是體能都很強 沒錯 有的社區他就是都沒有男生 對 有的社區 所以大家的那個氣息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就是要把它做個別化 然後從個別出來的syminton 裡面載送data Metro Joshua Insight 才知道說 欸接下來新的社區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給他怎麼樣的coach 再去做reputation 不過你剛剛講到的一些 像是行動力的衰減 或者是防跌倒等等 這些應該是universal 他應該不會是哪一個地方的老人 比較沒有跌倒的問題 就是 對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就是說你有一個比較universal的 一個類似core technology 在這邊 那但是你又願意說 在至少前面的幾個點上 你花很多的時間去問問看說 欸我不是只賣你單一solution 而是說你有什麼別的 你這個社區特有的問題 我也願意幫你客製化的去開發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是partnership嘛 才是夥伴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approach非常好啊 就是比較幸福啊 對對對 一開始真的比較累 是的 但是好處是說 你就會有一群志工幫你宣傳 對 現在就是需要志工 現在就是需要一群 就是可以去在前面的預材系統 讓他們能夠在我們這邊 等於centralize 搜尋過 然後他就會回到各自的平台上 去幫我們持續的改定 data 然後我的datafase越多了 所以他的精準度就相對越好 現在很多usr也好 或甚至在高中端的那種自己 孝敬畢修 下次加深加晃什麼 就是靠著去服務當地的長者 然後在那邊去累積capstone的 就是他的學程的做法 所以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不管去哪裡蹲點 就去找旁邊的正在做這個的高中 或者大學 對 然後你就是說 那就是等於是他們的一堂課嘛 那叫data science 叫data stewardship 對 那但是好處就是說 那你就有一群學生 在你的這個平台上 做額外的應用 而且這個還是他們學習的一部分 那長者看到這麼年輕的小孩 幫忙寫程式 那一定都是很疼愛的 絕對很有耐心 對 所以這也是一條路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跟貝伊 還有在十大 體育系在做這個事情 對嘛 那其實 現在看起來就是 其實我可能比較care的東西 其實我希望今天這個人去那裡服務的時候 是帶著 不要是帶著 因為我被USR迷來 而是他真的有這個熱餐去服務的時候 其實那長者的feedback 會更strong 當然 對 所以我不會再需要說 然後怎麼樣去找這些 真的對於長者有更多的passion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在會不會的效應 但是他的數據反應上一定是更增便的 所以我也在思考說 就是像你剛剛講 就是我可以找到USR 可是我不要說他只是為了上課 那他可能就是教助我的心態 對啊 不過我覺得另外一部分也是 你可以從高中段開始 現在高一高二 慢慢都新科康 選修制度 所以就是說如果他在高一 而且他需要這個學習的一程 那其實他的學習的一程 他自由度是很高的 這個是以前高一高二沒有的自由度 那所以他會願意這樣子選 就代表說他自己有這個passion 而且高中生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大部分的高中生他還覺得說 他給出什麼contribution這件事情 對他沒有cost 到了大學的時候 大家多少就會開始想opportunity cost 對 因為他已經成年了 或接近成年了嗎 對 但是在高中段的時候 他無論就是成敗 都是學習立場的一部分 事實上很多學習立場裡 失敗然後寫出一套洋洋洋洋洋的 他就是之後要考大學還比較有價值 對 我在想到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去approach到他們 因為大學我可能有些reputation 對啊 但是高中段我怎麼進行 你就是先問那些大學說 有旁邊那些高中跟他們合開課程 OK 所以加深加黃會選修 Data Science相關 健康相關等 了解 對 因為我覺得用Data Science相關 會有進去 所以的確是我們可以給予的方式 對啊 我再也不給你想 因為我倒是真的沒想過說 我從高中叫什麼 因為我光是大學生去做filter 我就做得有點辛苦 對啊 這我知道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到了大學的時候 大家多少還是有一種對價的感覺 會開始出來 因為畢竟他幾年人了嘛 對 在高中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了解 我的確可以這部分再執行一下 因為我另外一個在執行的就是 我想辦法把這些幼兒園的 小朋友資源再創新 因為像綠色季權 就是雲花那邊 你要知道 我就是把這些樹苗給小朋友照顧 我發現他們照顧都比大學生好 沒錯 那他們呢 再去跟這些長者 一同一起互動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長幼 供應的效果很好 真的真的 對 他們我之前去那個新竹寶山社區 他們也是這樣子講 就是 反而是跟K-12的關係 比較容易建立 啊 是是是 所以我也在想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不用說 一定鎖定在房間長者 一定就是好 我們來做幼兒訓練 而是說 他可以有不同面向的 譬如說 長幼一起去哪裡 因為我覺得這才會留下 一個共同的記憶點 對 那一個是長者既然在 他能夠 comfortable 那個 scenario 所以 來吧 那一點 而且我們說老小 老小 就是說 他年紀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他的心智狀態 也感覺上 就是K-12 他的狀態 大概不是大學生的狀態 對 所以也跟可能高中生 國中生 比較玩得來 這也是真的 那另外就是看這些高中生 博物生 他 再回去一次 可是如果再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發現一個狀態是 醫院 可能像一些地區醫院 像假設像淘汰 他們對於在地 他們是想要做一點 把社區的這些人 成為他潛在的patient 因為其實這些在假設像淘汰 台北警官 當然 他們基本上 這些人 晃身重病的時候 一定就是 我們在被泡 一定的 但是他們這些肉像 名勝這樣的醫院 他其實蠻希望 我可以做到這些 堅定相信之類 還有狀態的時候 來我身邊 所以我現在也在試著跟他們 不過現在COVID之後 這個狀況有改善 所以大家不太好大意 不是很相信大意的群聚 大家會怕 對對對 所以我在想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 因為他們的確是有這樣的虛弱出現 我在想說 用什麼樣的 incentive 可以讓他們 跟我在合作上 會更順暢 對 這點是我還在思考的地方 當然我可能可以透過一些關係去介紹 可是我要提出一個 core value 是 反正他去做這些社區 他不會想化很多能力 但是如果你可以跟我一些資料對接 這個可以形成一個 對我不管是收入 或者是對他去 recruit 這些 potential opportunity 應該是有機會 有機會 我現在覺得很多 就是 telecare 對於大部分的長者來講 就算他真的只是說 價格賣賬號 然後這個賬賬號 還不一定直接 reach 說不定是他的護理師 他的嫁儀 或者是一個 support 群組 所以他心裡還是覺得很安心 因為他覺得隨時有什麼 他可以趕快問一問 對 那他就算只是看到已讀 心裡都比較安心一點點 對那我覺得這種支持網絡 我覺得在台灣是非常 work 就是大部分的老人家 就是他別的都不會用 至少LINE還是會用一點點 對那或者是推送他一個活動 他至少會看一下下 所以我的意思說 也不一定要完全放棄 手機這個 home factor 他不一定能夠做什麼很多的操作 要他 one line bot 大概不容易 對那但是 就是如果只是單純的訊息推送 跟他隨時想到什麼 feedback 所以有人可以找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蠻 就是就是一個剛性需求 就是如果他沒有人讓他覺得安心 他就會一直找到有人讓他覺得 這種程度的安心為止 對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是這個 last month 你當然也可以是 piggyback 在現有的這種關係裡面 在LINE群組 可以多加一個人 對那但是 當時我們看到很多 civic tech 像那個 Traymicro 的 Doctrine Message 就是防炸達人嘛 他就是一隻可愛的狗狗 然後是去世科技做的 那也是他們員工的 side project 本來根本不是他們產品 那他的講法就是說 把他邀到長輩的群組裡面 那如果有人在賣藥啊 賣健康食品啊 賣什麼 所以一隻是詐騙的話 那他就會 那就狗狗就會馬上吹哨子 然後說這是詐騙 然後165已經證明了 什麼之類的 而且他還有那個圖片比對的功能 那其實他還有很多別的功能 但是光是抓這個 就是偽造健康食品等等的功能就夠了 對很多人來講這就 worth it 就值得加進他們群組裡面 對所以就是說 不是要你一定要做那一把 我是舉例吧 就是說融入現有的時候 會買Lobby 比起你自己能源 就是比較容易 而且也 比較緩迫那種感覺 就是不會 你一下就需要人家 給你非常大的信任 一點點信任就夠了 嗯 理解 因為其實我們的確有規劃 在Lightbox 這方面的執行 可是 可能還是針對那種設定地位 比較好這些 那我覺得 另外一種做法 我想做就是 可能跟這些 每個社區輔導的關鍵者 比如說執行者 對 就圈著圈著 對其實就是抓重子頭 對 這個推散出去的效果 對 但是就發現說 其實這些社區有時候 又有一點山頭的厲害關係 那當然一定的 一定的 所以我在這裡面 還是要在保持中立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把這些事情 稍微還是要合為一下 當然 你畢明說後來人 你幫他不幫我 對對對 那你就要說沒有 這個是誰都可以加 你要不要加一下 對 真的這樣子 好 好 好 謝謝 我想說就是 我在商務操作這段話 可能要再想一下 對於社群的收費機制 我們現在就是 以課程方式 那另外一種就是 給他一個Data Insight report 那這些reports 當他可以盛行一些 在我們單位各個敬佩的 對 但是這裡面 如果說我要再 不用一個分大的團隊的話 可能勢必還是要分2C 就是去持續的 在這裏面 獲得下去 對於社群的 社群這裏面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大家 對你在做這件事情 的參與感興趣的話 那其實就是 crowdfunding也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以前叫做定期定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都叫訂閱師群 明明就同樣的事情 對 那我們也看到說有一些 就是他覺得這個技術值得發展 那可能對我自己來講 因為我還沒思行 不過快了 所以未來有一天會用到 那我現在就願意放這個東西的發展 類似好像未雨綢磨 那種那種感覺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確實叫訂閱群 比起叫定期定額 有一個好處就是 訂閱群它裡面 隱含著一種 我不是立刻要拿到東西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知道群 有時候會爆料 有時候會要等 這個是一定的 對那定期定額那就不是 你NPO電期定額 立刻就要交報告出來 我就要做為捐款人 就要保抵你 對所以就是說 他還是就是有一個 投資人的感覺 對那投資當然不一定 馬上有結果 這個大家都了解 就是有債券的感覺 對對對 社會性債券的感覺 對 所以我是覺得 也可以考慮 你的mission更確立之後 也許就是以你服務的 那個社區的故事 那一部分是幫助那個社區 那一部分幫助你的 這一個技術的開發 那把這兩個包裝成同一個 能變成像定期定額那樣的群眾生物資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辦法 去讓你可以不需要 立刻就有兌現 就是對我有好處 對那個買的人立刻有好處 因為2C的問題 就是你的這個segment 比較窄 所以你立刻deliver 給他好處的題目 就那麼多個 但是如果是 對我的長輩 未來某一天可能有好處 那這個就很多了 對 所以群目等於是幫你去找到 後面這一群 就是他暫時用不到 但是有一天會用不到 的這些朋友 順便把potential的頂戴都找出來 對對對 對 好 我這個部分 我會再去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 我自己覺得 雖然說我們做的是社會企業 可是我必須在run business 還是要像enterprise一樣 當然 他才有辦法持久 對 所以這部分 我還會持續的 跟這些Eco Martin一起在領域 因為其實像我這邊做的 就把旅遊宴有錢 對 因為其實長者也需要旅遊 那我們現在 譬如說帶他們去 讓這些長者有一個目標性 譬如說去哪裏 一起打太極拳 的時候 他們到底的話 遏制平衡到那裏 我就安排太極拳交流出現 很棒啊 對 可是不錯啊 就變色彩人 是啊 所以其實大家都capital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等於是說付費的 或是去接工作的 其實就是知道這些 所以這部分還會持續在裡面 這很好 希望能夠精快 可以讓我們看到成果 OK 我覺得也要珍惜這種員工 不到10人 或大概10人的階段 因為這個階段 你周轉沒有什麼成分 是 你真的變100員工資 沒有那麼好轉 對啊 因為到後面 可能這些問題也比較多 當然 因為我自己過往經驗 其實讓到capital 到revenue到51 應該還OK 那個manager都應該還OK 但只是說在前面這個階段 我還是覺得前面的這個modeling 縮性做 這個部分會很重要 還有在擴展這個 那天好像跟胡英慧老師 就是史達那位老師提到說 又不停地去review 當自己系統正確的時候 的厲害關係 你避免說 當你的系統擴大的時候 你整個就放掉了 對 這點到我之前 比較沒有注意 很棒 system thinking 很棒 所以很複雜 對 有機會可能再來 多請教這樣子 沒問題 反正我隨時都在這裡 好 我兩人超忙的 對 雖然有時候會reschedule 不好意思 但是隨時都在這裡 imagine 只要時間可以 就我們就可以 讓他connectability 好 對啊 那那個 另外一個 現在一位 我不能叫他分清 就是 之前在後面 也是在做台灣黑熊 那一位有團 嗯 也是我可以幫他們 那一團想起來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常在 好沒關係 所以我們當然 感謝你今天時間 可以聽我們分享 那麼多 那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 在這五分的建議 或是期待 對啊 我覺得就剛剛 我覺得你自己 已經把那個system 追想得很透徹了 我覺得 主要還是兩個 一個就是剛才講 就是 可能要work out a lot more 就是 不管 其實群木定寫進來 都只是手段 目標是讓大家知道 你正在想這件事 而且 願意跟你一起想這件事 那這個其實是CircuPlus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並不是他真的寫了什麼 原創的程式 其實像 麥米子在日本 就已經寫過一個一樣的 他比較厲害的是說 他在想的過程裡面 他捲動一大堆人 一起來幫他想 對 那這一點倒是 真的是有一個很catchy的 像鳳茶這種名字 真的還很好用 蠻厲害的這個名字 對 因為他接到現有的文化脈絡 對 所以這個找梗的東西 這也不一定是 立刻就會找得到 只是說 常常要覺得是說 不是到下個階段之前 都要你自己想 也可以捲動大家 來幫你想 所以這是 對 那我自己要加入到這樣的一個 發題 我覺得就是 start a hashtag 就是 要想一個梗 但是這個梗 可能就是要 就是聽起來 有一點奇怪 鳳茶 因為這個飲水機 也可以叫鳳茶 明明不是茶 這個格外農品的那些果醬 然後原來果醬攪拌完了 就變成茶了 所以 有一點扯 可是 可是你這樣子聽他 就是凹完一圈之後 有記憶點 那然後下次 下次你就會幫別人講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就是有一點點離經辦 但是你又 somehow 凹得回來 對 那個可能是很重要 其實像格外品 我現在講的好順 可是格外農品 賣這個詞之前 我也不會把它叫格外品 對 或者像喜漢爾以前 本來不叫喜漢爾 對 所以就是說 就是重新標定某個東西 但是又不是完全標新利益 而是說 你設計這個新的詞的時候 是讓它可以有永續性 就是未來別人加上新的意義也可以 不是你on這個詞 對 那鳳茶是這樣 喜漢爾也是這樣 格外品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 就是 這種梗我覺得 它當然可遇不可求 可是就是 如果你心裡有想著這個 可能有一天就碰到了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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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真的蠻重要 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剛剛講的 你實際在進入場域的時候 盡量往下雜根 他年紀越小 越沒有對價的問題 而且對於長輩來講 他相處越健在 調節 這個倒是我比較之前 在自己打入一個地方 對 然後再想一想 在contentions 怎麼慢慢查下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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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